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四小节 叫有理函数的积分 那数三不要这一小节 只有理工类 那么这一小节其实就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这种多项式 除以多项式的积分 我们说有一个真分式 所谓的真分式 就是分子的次方 低于分母的次方 对吧 有个真分式 这个地方我们假设 分母已经被因式分解掉了 被因式分解了 那么记住 如果分母有一个x-a的n次方 好 那么整个式子则因式分解 它的分解式子中将有这n项 这n项怎么来呢 这n项就是分母是x-a x-a的平方x-a的n次方 你有n次方 我就有这n项 分子 常数 常数和常数 再来 如果分母有一个因子 叫x-a加px-a加k的n次方 那么这样的话 则整个背基函数 因式分解 有n项 这n项怎么来的 分母就是x-a的平方 加px-a加k 1次方 2次方 到n次方 分子是谁呢 分子答是a x-a加p1 一个一次函数 再来一个一次函数 再来一个一次函数 这就是我们做有理函数 把它分解的两个规律 怎么分解 就背这两个法子 先看分母 分母有什么 那么整个式子讲有什么 比如这样说过于抽象 我们举两个实例来看一下 大家把书翻到214页 例一和例二 留给大家 刻下独立完成 我们来说例三这个题 带着大家来分解一次 看例三解 第一步 先把分母因式分解 先把分母因式分解掉 那么分母怎么分解 大家看看 那这个地方不是x-a 再来个x的平方减1 再分支x减个3吗 第一步 分母因式分解 分解成x-a的平方 再来个谁 x加1 再分支x减3 好了 分母因式分解完了 然后就给我推 整个式子x-3 然后呢x-1 x的平方减1 它就能被你分解成谁了呢 看看 分母有个谁 有个x减1的平方 有个x减1的平方 你就得出来两项 出来个x减1 分支一个大a 再出来一个x减1的平方 分支大b 没了 就是说 这一项要出来这俩 再来 这里有个x加1 x加1再出来一项 再加个谁 x再加1分支c 这就把它给我分解完了 我们教材上不是这样分解的 你不要管它 教材是中间省了一步 它俩一通分就是教材了 我们没有那样写 我们是带着大家一步一步 老老实实给你写出来的 你就这样来 按照我们的规律 再看一遍 如果分母有一个x减1的n次方 那就得有n项 你有平方出两项 你有1次方出1项 一丝类推 好了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是不是想方设法把abc定出来 怎么定 代定系数法 是不是大家把右端给我通分 利用 利用带定系数法 什么意思 把右端通分 是不是 左端跟右端 分母应该一样 分子也一样 是吧 同次密相等 多相识相等 但是系数法可以解得 好 我这也给了 解得 我们这个地方的abc 应该是谁呀 他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跟教材不太一样 我们试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是通分的话 选择谁呀 通分 通分的话应该是ab的 这个地方多个谁呢 x的减1 是不是再来个x的减1 然后呢 他呢 如果是再来个x减1 那再来一个x的减1 所以就是ab的x减1 再来个x减1 对吧 然后呢 加个b倍的 b来个谁 来个x的减1就行了 对吧 再来个c c来个谁 x减1的平方就行了 这不就是分子吗 然后整合一下 这是ab的x减1 加上b倍的x减1 再加c倍的x减2x 再加1 那么再整理 平方向整出来 这有个a 然后呢 平方向还有个c 所以a加cx方 再来1次方 1次方再加上一个bx减2cx 再来常数项 常数项就是来个加b 加c再减个a 对吧 这不就是分子吗 人家的分子是谁呀 人家的分子是x减3 对吧 所以它应该等于x减3 应该和x减3是相等的 跟x减3相等的话 说明a加c呢 a加c得为0 说明b减2c得为1 那这个地方呢 得为-3 大家是不是把这三个数解出来呀 哦 它为1 它为-3 那么我们来解一下 abc的值 那a加c等于0 说明a将等于-c 说明b将等于1加2c 那么b加c 于是b加c减1就是谁呢 那么则b加c减a就等于 b是1加2c 再加c是1加3c 那就是1加3c 这是b b加c 然后呢 减a 减a那就是再加c 再加个c 然后呢 那等于几 什么等于-3 所以就是1加个4c 等于-3 所以那就是4c等于-4 c等于-1 于是c等于-1 解答c等于-1 c是-1 那b呢 c是-1 这就是-2 -2加1 还是-1 所以b也等于-1 而a呢 a应该等于正1 对吧 它不是-1吗 于是这样的话 就把abc全部找到了 abc找到了 那么这个积分也就出来了 我们来试一下 好 如今有了这三个数 负1 负1 和正1 那于是推吧 所以这个积分 x-3 再除以x-1 x的平方 再减1 dx 它就等于谁了呀 a是1 那就等于这个积分 a是1 这个积分来个谁 是不是来个linex-1的绝对值呀 x-1的绝对值 好 再来 b是-1 那就是减掉它了 减掉它 那就写个加个谁 是不是加个x的减一分之一呀 然后是减c 减c的话 那不就是在减个linex再加个1吗 对吧 然后呢 整体加个c 这就写完了 所以你看linex-1的绝对值 加x减一分之一 减line 加c 做完了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呀 用代定系数法 去解出abc的值 然后 这个复杂的积分 就写成这几个简单的积分 就把它拆分了 这个做法 这种题呢 做法比较呆板 比较死 对吧 凡是多项式 除以多项式 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注意 尽管多项式 除以多项式 都能这样做 可是呢 并不是说 这个方法就一定是最好的 能做是能做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样做可能就麻烦很多 比如 大家看下面这个题 来 我们给大家补了一道题 这个例儿 我们教材上没有 辅导书喜欢编这种题 我们来看例儿这个题 说求不定积分 x的四次方分之一 x的平方加一 x的四次方加一 1-x的平方 这怎么做 解 你想啊 这个分母x的四次方加一 能不能阴止分解 不能阴止分解 它不能分解 可是你目前来看不能分解 可是不能拆呀 我们没学过这种 怎么办 为了去拆分 我得这样写 是不是写成x的平方 加个1 得平方 然后多减个谁就行了 你看 这样写是不是四次方 加2平方 减个谁 是不是减个2x的平方 这就行了吗 然后呢 再走 再走就写成谁了 是不是x的平方 加一 因止分解 加个几 加个根号2x 再来个谁 x的平方 加一 再减个谁 是不是根号2x 这不就行了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待会阴止分解会出来谁 你想 哦 则 你想哈 则是不是x的四次方 再加一 再分支 x的平方 加一 按照我们讲的 哦 是不是有一个x的平方 是不是加个根号2x 加个一吧 有它 多个谁 是不是多个ax的加b吧 好 再来个谁 嗯 你分母还有一个x的平方 解根号2x 加一 再多个谁 是不是cx加个d 好 请你帮我用带定系组法 求出谁 是不是 求出a 求出b 求出c 求出d 求完之后再去处理 哎呀 好麻烦 你说对不对 等你做完 别人选择题都做完了 你说对不对 能做 可是特别麻烦 所以我们讲这个题 也是提醒各位 有理函数的题 不见得一定要一定是分支 不见得一定那样做 那你比如可以干什么 你可以考虑错误一分 考虑换员 倒带换 对不对 比如飞目击飞 哎 这些都是我们讲过的方法 不一定非得用这个方法 比如 咱们看 这个题 我们是不是这样来写 他写的是四字方 加一 然后呢 那上面呢 是平方 再加一dx 这个题 我们同学拿到时候 肯定不太好想 辅导书 有 我们给大家先讲一讲 怎么办呢 最好的做法 分子分母除平方 那就是一加个谁 是不是一加个除平方 分子分母除平方 平方再加个谁 是不是一除x的平方 那是不是应该这样写了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 哎 往下走 你看哈 再往下走 等于 来 请告诉我 这一堆 能够凑成谁 你说那凑成谁 凑成底的谁 是不是x 干什么 是不是减掉一个x分离 这不凑这个为飞吗 好了 凑成他之后 下面的也写成谁 飞母 我也写成x 减 x分之一的平方 对不对 但减了个2 干什么 再加个2 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吧 这不凑微分吗 哦 x的平方 减2加 这不就做完了吗 答备公式 这不就是x方 加a方分之dx 等于a分之1 那不就是a分之1了吗 嗯 a分之1 2个tanent a分之x a分之x 然后呢 再加个c 是不是个道理 你看这样做多方便 那么同理 第二个题呢 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想 第二道题 你看 他写的是四次方 还是加1 上面写了谁了呢 1减掉x的平方dx 于是上下除平方 那就是1除平方 再减1 下面就是平方 再加1除平方 再dx 对吧 再来 那么这个地方能够凑成谁 凑微分 嗯 是不是底的 那么他写成谁呀 x的平方 分之1 是不是就是负的x分之1 他将凑成负的x分之1 然后1呢 是不是减个x 那是不是这样写 好了 你这样一错 我下面也写成谁 我下面也写成负的x分之1 减x来个平方 你知道对不对 你看这样写的话 这不就是x的平方分之1了吗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 是不是再加上x的平方 但需要干嘛 需要减掉一个2 这不又做完了吗 对吧 都做x 这不是x方减a方分之点x吗 等于谁 等于2a分之1 是不是2a分之1 Loying的多少 Loying的绝对值 是不是x 那就是负的x分之1 减x 是不是x减个a 再出上个谁 再出上一个x 再出上个x 再加上个a 最后别忘 再加c 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题啊 就是典型的 应该用凑为分 更简单一点 但是不好想 我算给你提值一下 那么这两个都会做了 请大家回去思考 这个怎么做 哦 有的书写这个 x的四字方分之1 再分之1dx 它可不好做 想到怎么办 把它拆 写成我们刚刚讲过的 四字方加1分之平方加1dx 再加 刚讲过的四字方加1 然后1减平方dx 整体干嘛 整体来个二分之一 就做完了 等到大家年后做一天题 一天题上就有这么一道题 那个题就是直接考大家 这个积分怎么做 就是考你考他 考他的话 这就不好做了 得够想到 把它拆成这两个 怎么想到的 这就是平时一些经典的练习题 经典的方法 我们要把它记住 作为模板 对吧 你比如 我们归纳一下 凑微分 有这种计较 是吧 什么计较 越复杂的 越马上求导观察 凑微分 换源 这么换 对吧 分不积分 怎么用 以及 你看这个又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呀 一个典型的凑微分 这是一个题目 把它记下来体会一下 好 但是你像我刚才说到的 你就是硬拆 是不是也能做 就是拆出来这个ABCD 拆出这几个数 是不是往里一点一点填 带定细数法 也能做 但是极其麻烦 你有兴趣 你就自己做一下 我不建议那样做 我建议就是按照我们这两个做法 分子分母同除 然后给它凑微分 去解决 比较偏简单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第四章 不定积分 就全部结束了 还有个第五小节 叫积分表的使用 这一小节 不要 考验也不要 我们也不讲 那么在这一章结束之前 我们要说一点留的作业题 这一章 每一小节 就是前四小节的例题 你肯定要好好看一下 但是 这一章要说练习题 你就只需做总习题四 一 这个二百二十二页三个二 二百二十二页总习题四 第一个填供题 第二个选择题 第三个解答题 第四个计算题 你看看第四题 前前后后有四十个积分 你要把这四十个积分 在家里接的 或者说呢 这个过年之前 花点时间 把这四十个题 一定要好好做一下 不会做的 参考代理学 为什么要做这些 不做其他的题呢 因为每一小节的题 有提示 比如你学了分布积分 你发现教材 后面分布积分 有一些练习题 那些题都是练分布积分的 有提示呀 我让你练总习题四 没有人提示你 该换员 该分布 还是该错位分 你自己想 对不对 考试当天 谁就告诉你 用错位分让你做呀 没有人告诉你的 所以你要把这四十个题 好好做一下 而且 这四十道题 难度不是那么简单 它已经达到了考研的高度 你这四十个题 只要全部会做 搞懂了 你的不定积分 基本上过关了 好 那么关于不定积分 我们就说到此处 那么我们稍作休息 转到这个积分学的核心的章节 叫定积分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